全台新冠肺炎疫苗残疾 部分地区开放预约施打 在台中只有近2万个民众 线上预约挤破头 但是最后统计 仅剩21个残疾 施打率只有千分之一 让台中市府决定 停止疫苗残疾预约 避免未来还是大批的民众 会加入预约排队 或太多人在关注 这个微量残疾的问题 也耗费社会成本 所以我们要停止预约功能 市府表示 为了避免浪费时间人力 之后疫苗残疾将利用 在施打站进行调度不浪费 除了大批民众强打现象外 没想到这波热潮 还引来了不孝人士 做起诈骗 彰化线就传出 有人开价1500元 让有意愿的民众 可以接种残疾 有民众检举 有人在跟他们做打残疾 收1500块钱 他也主动地 快点跟我们来做反应 彰化线长一得知消息 马上在疫情记者会 公布这项诈骗手法 提醒大家打疫苗不用钱 而且彰化并没有开放疫苗残疾 目前已经将这起国内首例 残疾疫苗诈骗案转报警方 将由他们追起嫌犯 另外卫生局长提出 除了诈骗外 还有可能是医事人员向施打者收取费用 除了违反了医疗法等相关医事法规 相关医事人员也会被送医院惩戒委员会处置 最终的处罚可能是停业或吊销执照 这是非常严重的行为 所以一定会调查清楚 不管是诈骗还是征收费都不能放过 TVBS新闻陈志忠 廖文汉 廖凡英 彰化台中采访报道 请订阅 按赞 分享TVBS News频道 要开启小铃铛哦 还有还有下载TVBS新闻手机APP 随时掌握国内外大事 别理解 tag烹光 请订阅 廖文池